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三个部分 关于使用指南 我们要如何使用这一本课本呢 这本课本呢 我大致上呢 有几套心法想要分享给各位老师哦 三之一的部分呢 是关于各课大纲的介绍 三之二的部分是 我们怎么去做一个平盘的教学 让它像变形金刚一样 因为课本毕竟它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可是我们怎么样截取其中一部分 去串接你想要上的课程 我觉得这会是让老师有所变通的一个部分 那第三之三的部分则是 看见蝴蝶效应 我希望能够透过这一本课本 来共创教育的共好 好 那我首先呢 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世代 它是属于一个知识爆炸蓬勃发展的一个时代 所以其实你想要知道什么 你只要上网 你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 但是这件事情是 有知识不一定有想法 所以我们怎么在课本当中呢 不要试着太快给学生知识的结果 因为如果这么做的话 我们会让我们的学生很懒的去找答案 所以我们在里头 其实设计了很多的反思 都是希望他们先透过思考 再去进入我们的课程内容 好 那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各章的大纲介绍 我把它称之为毛毛虫结构 因为我们其实 从刚刚一直谈到现在 你都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头跟尾 头引起动机是在教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再来才去介绍各小节 再来以及最后的学生创作 那我们这整本课本当中呢 其实你可以看得到 其实为什么要做引起动机 因为现在我们所提及的核心素养 我们无非就是要培养学生一个引发态度 让他能够有一个基础的了解 先诱发他喜欢上这一课 先诱发他去建立一些价值观 第二个部分是中间的知识 第三个部分就是培养他的一些技能 怎么去透过实作 让他真的去从做中学 好 那这个是我们这整本课本的目次业的设计 其实我们在目次业当中也有一些小巧思 就是每一个刚刚的台湾物呢 我们都放进来 而且上面的人 我们从一个人的自发 到两个人的互动 一直到三个人的共好 完完全全都是在呼应着108克刚的一个精神 那这个部分呢 毛毛虫的架构呢 其实大致上 我们把我们的每一张完完全全摊开来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我们每一张每一个架构 我们是怎么跑的 比如说像第一张 我们刚刚提了很多 一开始打开的时候 是一个图像思考的一个画面 让他们去了解到底这些图像跟你的脑袋当中的文字 他们的关联是什么 然后再来才去谈形式媒材 脉络风格 主题内容 一直到最后收敛 在第五小节的时候回归到感动这件事情 怎么让你的心灵 你的感受去透过绘画去做一个呈现 然后最后就是一个三项的归纳 这里第一张大概是这样 第二张也是如此 我们都有很清楚的分成五个小节 一头一尾 比如说像这个部分是毛毛虫的架构当中呢 第二张节谈的是我们从室内的居家 让他们走到户外的街道去观看 街道上面的美 我们台湾有美吗 那不美在哪里呢 为什么呢 就是透过这样的互动讨论 一直到最后的第五小节 我们回到家里 我们用时间的早上居家六点起床 然后到呢 出门八点的时候到户外 以及最后可能下课之后 五六点回家吃晚餐的时候 面对这样的餐桌 我们可不可能在每一天每一日的时候 去思考着怎么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 那最后我们就是让他们走入校园 去栽材花花草草啊 植物啦 去做一个设计 好那第三章古今对照 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爷爷跟孙子 那我们在爷爷的那个所谓的台湾艺术家的这些画作当中 在前面那一页非常的小 可是我们都把刚刚那些小小的明星片里面的画作 都把它收入在后方的这些的台美食的脉络当中 所以老师们也可以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 然后带学生们去做一个互动的连结 好然后第四章的这个 呃第四章我们待会再谈 我们先来看一下台美食的脉络 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贴心的地方 就是当你在翻这些脉络的时候 它每一个画页的下方 我们都会有安排一个时间轴 好让学生们边上课的时候 边能够去对应出这些艺术家们 跟它们是在什么样的时代当中去产生的 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到上面 我故意飙黑色了 光复之后 在这段很奇特的时间点 我们也在课本的设计当中 用不同的颜色去做一个区隔 好让学生们去了解 在这样的特别的政治经济动荡之下 这些艺术家们 他们又做了什么样的艺术创作呢 好那第四章的部分呢 就是进入社区了 在这里我们设计的一个像是报纸的方式 再去介绍那个里长们 他们怎么去透过艺术 然后来去做一个彩绘围墙的方式 到底这样的方式是好还是不好呢 我们让学生们呢 透过这个课本的彰化页的方式 来去做一个讨论 那报纸的形式最主要就是 你可以把课本当作学习单 不用再另外再印 也不用再另外搜集资料 你就是让学生们摊开来 然后利用课文的内容 来去做一个讨论 到底这样做好不好 那接着我们才进入到社区跟艺术的结合 难道就只有才会围墙这条路吗 当然不是 还有很多比如说公共艺术 它也可以是一个进入社区的方法 还有现在最夯的社区营造 以及后续我们所提到的最经典的代表 赖户内海的地方创生 它又是怎么透过艺术让整个小岛 促进他们的经济观光人群的互动 那最后呢我们提到人民的互动的部分 以及回归到学校 到底这些老师们 你又怎么带你学生们去跟社区去做一个结合呢 好那在这个部分当作我们还是讲 虽然我们讲那么多案例 可是我还是希望让学生们了解一件事情 所有看见在地的特色最美的终究 就是这块土地上面的人 所以因此我们在社区的这一刻当中 我们特别把人 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职业试探的方式 让他们去了解 你如果未来可能是一个地方公务员 你可以用艺术创作的方式做些什么 比如说城市的艺术界的一些安排 或者是社区的工作者 那他们又就比较像是里长们 他们的这样的角色 你又可以去带领居民们 去怎么去从事艺术创作 那或者是一些艺术家 那以及最后议题青年 那你可以看见这个社会当中有什么问题 你也可以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案 所以我们就是提到这四个 不同的面向的人物的介绍 好再来是第五章的部分 第五章呢从公园刚刚开始出发 观察到社会当中的这些人 那我们呢也是从情境的问题 让他们去发现 对我们的生活当中 好像有一些不同的面孔的人 那该怎么办呢 那艺术家以前有没有遇到过这一类的事情 当然是有的 所以我们就在一开始的情境问题有做 那以及刚刚我们提及过的历史的脉络 再来是进入到这些东南亚的文化 我们有没有一些艺术家们 他们又是怎么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社会议题的诠释 最后才是进入到当代创作应该如何创作 要注意到哪些的面向 那终究文化其实还是要回归到同理心的这件事情 唯有同理互相了解大家在异乡的感受 我们才能够让学生们能够真正去认识艺术真正的进化 好那最后的创作就是一个族群文化 我们希望让学生们能够透过小组的一个实作的课程 那他们就可以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一个小组 我们想要研究的是印尼的文化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全部装箱 然后最后在课堂当中去开箱 让更多人去了解 好那第六章的部分呢 一样的其实谈到科技大家都觉得就是非常的盛盈 可是无论如何科技始终是一个美才 所以我们希望让学生们去从了解过去跟未来 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 那其实科技最终还是在一个观念的传达 以及脉络演变之后的艺术科技 可以去跟跨域不同的各行各业去做一些结合 最后再回归到共好 好那这个共好呢 当然我们就是以豪华朗基工 他们的作品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 结合了台中在地的非常多的一些工作者 那透过他们的机械的力量啊 或者是他们的专业啊 去做一个整合 然后有了这样子一个作品 那最后回到五感的创作 好